我是優學老師 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將來在設計的行業等等 你該怎麼去發展 首先念設計的同學 你博外圖大概會有幾個能力 首先想像力 想像力 再來另外一個是你東西可以從無到有的創造力 想像力、創造力這類等等 再來就是你學任何東西的天賦的一種能力 叫做技術力這類等等 所以設計會有這些能力 這個詞會怎麼對應在你平常的學習狀態 比如說你有沒有看過 你看天空的時候 那個雲變成什麼樣子 那個屬於想像力 懂了嗎 小時候玩玩具 家長或是朋友 常常覺得你做的東西很有趣 別人都沒看過 那就是你的創造力 那什麼是技術力呢 比如說刺繡、繡花等等 你手巧不巧 那就是屬於技術力的部分 所以這些能力的相關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東西的基礎 一個東西的基礎 所以當然還有其他能力 比如說你著重細節 這類等等的相關能力 細節啊 這些等等 這些能力就很像一個基礎 它是你的天賦 它是你的天分 天分 可能也包含一些後天努力 的確跟奧運選手一樣 剛剛奧運比賽嘛 你做的某件事情 一定是你長時間努力 覺得這個能力就會比較強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就可以變成設計的區塊 設計的區塊 那往設計區塊的時候 有幾種方向 幾種方向 第一個 假設它比較偏藝術類的 另外一邊它比較偏科學類 比較偏科學類 偏科學類 你可以從中間看到三個分支 先看到三個分支 藝術類群 藝術類群 比如說 比較接近手繪 比較接近手繪 那科學重視是什麼 模擬跟模仿 模擬跟模仿這個區塊 手繪跟模擬這個區塊 那在中間發展的時候 在中間發展的時候 就是建造建模的能力 也就是模型化的能力 模型化的能力 這樣 立體的3D感 這邊有點像2D 懂得嗎 這邊像3D 這邊像什麼 真實 懂得嗎 所以透過手繪 把東西做成立體的軟體 立體的檔案 接著把它實際的製作出來 像這樣的概念 那以手繪來說 又可以發展成 商業設計 這也是大部分面設計的同學 比較容易會接觸到的行業 大部分設計 最多的都是偏向商業設計的 那商社呢 再來是視覺傳達 那老師那邊展示一下 這兩個科目的差異 這兩個科目的差異 商業設計包含CS 包裝 什麼是CS呢 就好像你外面看到的logo 招牌 LV KUJI PRADA 麥當勞 這些都是物體的包裝 都是商業設計的範疇 什麼意思呢 融合商業要素上做的設計 幫助產品賣得更好 懂了嗎 那你想想看 同樣價格 你為什麼會選擇吃麥當勞 我不是吃滷肉飯 你滷肉飯沒有被包裝 那你想到滷肉飯有被包裝 那你想到滷肉飯有被包裝的是誰 古虛掌 那這就屬於商業設計的範疇 那包裝不是只是簡單的外面換個logo 它還會包含比較複雜的要素 像行銷啦 整體的視覺規劃 這些等等 那視覺傳達呢 比較常見 它是一種意境啊 意象的表現 意性的表現 舉例來說 最常見的視覺傳達 就是做什麼 做的東西 比較像插畫類 美感類 舉例來說 手機裡面遊戲的角色 電腦 電腦電影 在裡面的這些角色的設定 場景備制啊 這些等等 都可以歸類在視覺傳達的範疇當中 歸類在視覺傳達當中 然後再來 在範圍當中 同學要特別記住 特別記住 在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大部分都跟手會有相關 所以還包含 後面再延伸 比如說包裝 行銷 這個區塊 行銷 那出色會就有這些 所謂的海報設計啦 這個包裝設計啦 這都屬於它將來的工作 以及支撐區塊 你看你對哪個東西 比較有興趣 那視覺傳達的部分 就比較像什麼啊 比較偏 比如說原畫師 原創師 設定稿 這些等等 草稿設計師啊 設計師 設計 草圖 草案 草稿 這些等等 比如說皮克斯 或是迪士尼動畫裡面的角色 怎麼樣從零創建出來 怎麼加入個性化 如果加入女人化 加入表情 再把情緒背景設定在其中 讓人可以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這都是屬於手繪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會用到什麼 創造跟想像力 創造跟想像力的部分 好 再來建模的部分 假設比較偏向3D 比較偏向3D 我們看3D的變化 我們換個顏色 以建模來說 跟3D的能力會比較有相關 坦白來說就是立體 還有空間的變化 立體跟空間的變化 從立體跟空間來說 立體比較常見的叫做工業設計 人類從工業革命之後 就出現了這個東西 絕對來說桌子椅子手機電腦 這些的外型 包含內障還有使用的功能效能等等 它都屬於工業設計的範疇 所以工業設計就號稱天下第一設計 它也是人類社會上剛性需求最多的一種設計工作 也就是說 你只要眼睛看到被生產出來的產品 生產出來的 你外面買得到的 拿得到的 甚至你搭了飛機 你去坐著一張博外座的椅子 那些都屬於工業設計的範疇 你想要發明一個東西影響全人類 就好像賈博斯發明了蘋果手機 當然蘋果手機有好的包裝 讓大家去購買 那蘋果手機好的3C設計的行為跟內容 使商品讓大家接受 那是屬於工業設計的範疇 那空間呢 大家比較常聽到室內設計 還有建築 建築業 全世界的人 十一柱形預熱的柱 任何柱的東西 空間應用 都會用到四色跟建築 用到這個建築 台灣是個很狹窄的地方 對不對 地少人多 這個時候就需要什麼 小的空間合理應用 所以就出現室內設計 把一張桌子椅子併在一起 或是把床可以收納起來等等的 空間合理規劃 小空間大模數等等 都是屬於四色的範疇 你在外面看到大部分的 所謂空間的設計 又以四色跟建築較多 四色跟建築較多 所以你在設計這一顆 這個行業別不會少 這個行業別不會少 那我們再舉 常見的室內設計 中國最早的室內設計 是誰 風水師 風水師一進到你家 看到天地關係 燈泡 廚房哪裡來 可能在動線上稍微規劃一下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 如何讓床 跟這個廚房 還有室內空間 達到協和的狀態 那個就屬於室內設計 而且四色不是只有國外有 中國早期就有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風水 再來是一棟建築 建築設計 不是一般人做的建築之外 我們看到什麼大型的展場 廣場 紀念碑 博物館 等等 有地標性 比如說台北101 大家都知道 那也就是從101的角度來看 那個對我們來說就是建築設計的範疇 考量的力學 材料工程序 這類等等 使商品 或是你這一棟建築 蓋起來之後 能夠抗震 能夠符合視覺意向 視覺意向 這類等等 都是我們講的建築設計的範疇 建築設計的範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建模當中 模型化的部分 就兩大區 就你這兩大區為主 好 那再來 比較偏科學化 比較偏向科學化 完成物體 完成作品 使商品 可以怎麼樣 有3D 立體等等的狀態 那這個就屬於模擬階段 模擬呢 又有很多種 模擬 好 舉例 在我們的現實世界當中 進到模擬 形成視覺規劃 從視覺規劃 像比如說 近年來比較夯的 VR 實境攝影 實境攝影 模擬化的狀態 那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科學的角度 加上模擬 或加上設計的東西 加上設計 所以模擬設計跟科學的部分 讓它變得比較合理 所以它是比較偏向設計的研究 舉例來說 常聽到的同學 人體工學 那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東西叫做工程師 也就是我們講的工程 老師 念設計也可以做到工程嗎 對 把商品或把一項產品 融入某些數據 讓商品有合理性的應用 老師 那這樣算不算公設 它是等於心得學科 你要去研發跟創造 研發跟創造 好 利用科學再加上設計的 比如說 利用大數據庫 視覺規劃 行銷分析師 這些等等 所以數字 數字來做設計 數字設計 利用數據的一切 去做出設計的內容 舉例來說 一張海報 一千個人裡面當中 有多少人會看哪個角落 會看哪個字 把它變成一套數據之後 輸入在其他海報的造型上 所以使得大家可以在做設計時 更能夠有方向跟完整化 把設計怎麼樣 統一並且歸類 就舉例來說 設計當中 只要是越多人使用的東西 越容易參考數據跟數字 舉例 一張椅子 你覺得舒服 那大部分人應該一定會覺得舒服 那這個就是一個 人體工學數據加在椅子上 產生的產品結果 那也就是設計那個部分人 要討論人體工學跟工程相關 工程相關 所以設計的行業範圍比是這樣 全台灣的各大行業當中 每一間公司都有設計 但只是差別在於設計的多少 設計跟多寡當中 這樣子 舉例來說 你只要看到報章雜誌 每天雜誌翻開 廣告設計 商業設計 你出門在外 看到了任何一台汽車工業設計 所以你今天只要活著 你的每一次呼吸 或你每一次接觸到的物品 它都是被設計流程做出來的 所以所有的行業別 在設計當中 老師今天沒辦法一一的舉例 但是設計幾乎是滲入到 我們生活方方面面 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知道了嗎 那各位同學 將來在選擇設計行業別的時候 可以在高中三年 甚至大學階段 先針對興趣 再來看你是否適合 是否適合 好舉例 你做視覺傳達的部分 你需要有情緒 你在表達上要相對能夠自由 同一時間傳染力要好 所以通常EQ比較高 或者是你這個情緒指動指數很高的同學 你聽到音樂會流淚那種同學 你的感同聲受力可能會不錯 同一時間 你有可能做出相同的作品 讓別人受你之感動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可以在高中跟大學階段 去了解你適合哪一科 再回來 假設你的邏輯概念不錯 你很清晰 你也知道什麼事情是對的 什麼事情是錯的 你也比較適合工業設計 就像一張椅子 它不會莫名其妙中間突出來 一張椅子它摸起來一定要舒服 材質做起來不要不適 不會把你褲子弄破 不會讓你的腳受傷 這些東西的合理性跟理智化 數據化 就會用在工業設計當中 懂了嗎 那假設你非常一板一眼 你的數學邏輯還特別特別好 但你本身在創意上 沒什麼那麼厲害 你有沒有設計可以念 有 建築 建築不是一個講求 以創意為優先的東西 很多東西你很有創意 但它做不出來 一個房子金字塔倒過來 做得出來嗎 做不出來 有很創意嗎 有 那你做不到 建築就是一個很需要實際執行 實際創造的物品 實際創造出來的物品 所以在念設計的當下 你有這麼多的範圍 同學有興趣都可以在高中跟大學階段 不斷的去查學 那你在未來的升學當中 升學當中 這一些不會直接影響你 也不會直接讓你感覺的到 因為如果同學念高職的時候 等於基本上都念同一科 假設你高中階段 高中階段 你念四色科 你念四色科 你念美工科 你念廣色科 好像這些對你來說都一樣對不對 這些對你來說都是跟設計有相關 對 也就是將來在這個考試上 考試的部分 他們全部都考一個科類 叫做設計類 那設計群考完之後 在上大學階段 大學階段 才開始再細分 才開始再細分 比如說公設 商設 跟空間設計 你走的是建築 你走的是室內設計 的範圍 這樣 那上次呢 可能是走包裝 你可能走平面設計 所以同學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選什麼科 在那堂考試裡面 你不會因應到你考試的科目 比如說你念四色的高子高一 到了高三 你那堂考試 不會讓你去做室內設計的裝潢 你那堂考試呢 統稱就叫做設計群 設計群 設計群不知道哪些 你的基礎專業呢 社產學 造型原理 設計史 藝術史 設計史 藝術史 再來比如說設計概論 這個科目就是比較偏向專有詞 檢視設計為何而來 當然國運術每一科高職學生 都一定會念到 所以你不管念哪一科 在高中學習的階段 學校學的這些科目 都只是讓你認識你那個行業別 所以當你在高職沒有產生興趣時 你對其他設計有興趣 你在這一場考試都還有人就 考完之後 上大學再去做分類 再去做分類 所以同學你會有兩次的選擇 兩次的選擇 那在這個階段高中 你怎麼去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透過多閱讀 多溝通 以及自己去了解這個行業 不要只是手機Google滑一滑 懂了嗎 是去看一下這個工作職場的狀態 這個在學校其實都有很多相對的資源 可以讓你查到 甚至是實習 或者是能夠出去 能夠去做一些科遊 班遊這些等等 彼此都能夠稍加更了解 未來科系會長怎樣 那設計的部分 大致這邊長這樣 在未來展望 未來的工作展望的部分 去想一下 你適合什麼 想要什麼 有時候呢 你想要的 不代表你適合 你適合的東西 你會做起來相對輕鬆 你想要的東西 不適合 你也會做起來有熱情 你至少也可以吃很久 設計就是這樣 好 所以在高一階段 有點像設計裡面的通俗課 通用課 通識課 你所學到的都是基礎 懂了嗎 色彩學造型設計師 這些東西到了大學階段 都可以用 甚至出了社會 這些都是你的基礎能力 基礎能力 所以色彩學造型設計師 這些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你在學音樂時候的樂譜跟樂理 你了解樂譜樂理 你是不是所有的樂器都能夠操作 在練習之後就能夠操作 所以了解之後 同學在高中階段 好好去學習 在你的考試當中 知道的基礎科目之後 上大學 朝你真正想做後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今天的這個設計的 這個未來工作之長的講座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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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